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出生的地方是甘肃省 永登县的一个普通的小葱庄 我2010年初开始使用微博 在新浪微博的粉丝是38万 在我们身边都没听说谁得成肺病 再一个都是都不知道成肺病是啥 也没人讲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个 我叫世界法学 现年38岁 得由成肺 现有十年左右 我家里负担重 我有两个老人 两个孩子 就是我一个人 你不做家庭就生活不了 孩子就没法上学了 大量的人还在新的岗位上 中国的工况企业还在 创造新的成肺病农民工 成肺病患者 他这个就喘不上气 他吸入大量的工业粉尘 然后进入肺细胞 肌垫 纤维化 反结了以后肺就活动不起来了 气就传不上了 最后就憋死 很惨 我在正常的工作时间 在给单位里工作 做单位里的编辑记者 是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我当时在甘肃经济日报 去采访 甘肃白银市的一个煤矿的 问题的时候 认识了这个煤矿的一个副矿长 老黄 三年吧 三年左右 然后有一天 这框上的人给我打来电话 说是老黄没了 车飞病了 把老黄给憋死了 我觉得自己采访过的一个人 并且对自己处得很好的一个人 突然没有了 任何跟这个人接触过的人 从心理上 从感情上 都是难以承受的 和周末的时间 孕育做大野清晨 大野清晨是 2011年的六月十号 由我本人 跟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一起联合发起的 一个公益救援项目 是一个专门运来 寻救 中国六百万陈飞病 农民宫的一个公益组织 这个很多人也在问我 王老师 你做这个记者和做公益之间 这些事情是不是 有冲突有矛盾 大家仔细的品味 就会发现 我自私之地做的一件事情 为人的忠言在奔走 揭发黑幕 是因为人的忠言 受到了蹂躏 受到了剥夺 受到伤害 奔走不耗 救人救命 是更直接的 为生命的忠言 在奔走不耗 因此人道和人本 是我自私之中 一贯者的一个基本价值 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 不同的方式 很多村庄出现了叫做挂树葱 什么的挂树葱呢 小自然葱几十货 一百货的葱葱 男老人全在这个矿盾上 我们越访问越救助 压力越大 就是我们希望乌有所知 就是最后的你的这份话呢 按照现在的这个 未来的这些市场价 包括未来的爱心 溢价部分 最后能不能拍到 几百上千万 当然这是我的美好的愿望 因为我们一万块钱 就一条命啊 你这不过有 能变成500万 就是500个人啊 这也不太可能 我这次男生的学次见呢 就绝大部分呢 我还是着重 以患者 就是成为病患者本人 在肖像这块 我认为就是 直接把他们的面容留下来 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断地 一边画一边上微膜 大家都反应不错 说这个画得很传实很像 尤其见到那些患者的人 前段时间不是还有几个都 已经离世了 已经不在了 我觉得当时我绝对是对的 画这些都是对的 原来我们最初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没想到会 会做这么长的时间 原来只是想 可能就做个一年半再 后来做的时间 越来越长越深入 发现这个问题越重大 发现了成绩病人越多 发现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们是这样四个方面的诉求 第一个是就现在的人 我们通过筹集三款 每人提供一万块钱的治疗费用 再送一个阿尔法特 第二就是火号呐喊 第三个层次就是推动立法 推动制度的完善 我们大地地上有爱 第四个目的就是通过 不断的呼号呐喊 由民间的普及认识 普遍的认识 到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 以全社会的普遍的重视 从而能让整个国家层面 启动对成绩病的高度重视 最后出台中国成绩病的救治办法 大爱卿尘 生日快乐 到陕西去 去做成绩病的一个探访 除了做探访医院呢 还有一项就是到同传医院去 看望同传医院正在接受治疗的成绩病农民 我是一直拿着iPhone 微博是大爱卿尘 最主要的工作平台 所以我都不断的发微博 转微博 我的微博是大爱卿尘 目前最大的一个推动力 2010年的12月20号下午 17点11分 我在新浪微博发出了第一条微博 没有想到这条微博出去以后呢 反响非常大 很快在网上很多的网友就来开始转发评论 甘肃地方政府破于媒体和破于网络的压力 承评论 承诺拿1200万通盘 这个接手 甘肃古浪 120多个 当时已经到了170多个 成绩农民的救治问题 同山医院是大爱卿尘 承评病救援的最早的定点医院 同山医院有个叫赵清群的主任 现在是职业病科的科主任 我们到陕西南部区的时候 探望了这个洪菌香的荷腔柜 还有一个叫石牌学的一个成绩病人 荷腔柜柜目前是大爱卿尘在山西南部的志愿者 我觉得最值得说的是 我们大量的我们必救治的成绩病人 首先是收住者 完了以后是变身住人症 有点像 对 你给我都发过私信啊 没关系 坐在你的院子里了 好好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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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 我们这一个小小的院子 就这十几家 成绩病就占了80% 一斤都有四个就像我们这个年龄的 30到40岁的年龄就不在了 我听你现在还在帮助你们全乡的好多人 那天晚上不是从洪金桥 从周同转来 我当你说的那个病人 在套个袋子 我们想跟大爱卿尘说帮他 那个人就最近就去世了嘛 他还是货药了 他是他爱人买的药人了 他爱人买的药怎么了 爱人买的那个龙药 让他喝下去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他 我想因为我分析了和别人说的那个样子 还不是他自己愿意喝的样子 好像就是他爱人把那个药关在自己 龙虽可能有时候买下龙药给弟弟打 有可能是他自己喝 因为我根据他和我交谈的这种 他还不想放弃 他还是有强烈的求生的欲望 这就是我都是给别人说话 是个很幸运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坚持过来 一个是我心态好 主要的就是他我爱人对我特别好 他一直就不相信 陈飞病就能要了你的命 那么大个罐只得九十六斤 前单时间我在底下干了小工 不干活我孩子上学没钱 盖楼房嘛 在那建筑嘛 来做小工 这就是以前我知道的这个和这些 这些有陈飞病的 我记得是轻的重的 上面都有 就是最近的 从我有病以后 我认识这些人不在的 这些都是不在的 就是我们 这是这一叶子 对一叶子的 这个从这个开始吗 对对 这全是没了的 这全没了 这就是我认识的 还有不认识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身边认识这些都是我的亲戚朋友 包括这名字 对对对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四十三 四十五 三 四十一 以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约青春累计筹设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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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